最近不少朋友在后台留言问我 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 如果我们要收复挖岛 那就要没收我们的海外资产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那其实我想说 你咋才知道 这还需要他们通过法案吗 2月28日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疯狗一般的通过了八项涉台法案 包括挖岛冲突阻恶法 挖岛保证落实法等等等等 到了3月1日还觉得意犹未尽 又搞了三项反华法案 即贺阻美国科技敌国法案等等 法案表明如果出现梧桐 将不保障中国在美的资产安全 其实吧 这些法案没啥意义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中美撕破脸皮 拜登签署一个总统令 那就可以执行了 美国就是明抢中国资产 这根本不算什么稀罕事 如果我们要收复挖岛 美国就要没收我们在海外的资产 这个话题 毫无意义呀 类似于如果我要伟大复兴 美国就要反对 这是一样 是一句正确的废话 因为到了那天 中美完全撕破脸 那可能进入战争状态了 美国难道不会制裁你们 难道还允许我们继续拿着美元 购买全球的物资吗 难道还会让我们兑现美债 甚至是支付美债的利息吗 这不是明摆的事吗 2022年 美国怎么对待俄罗斯 那到时候就会怎么对待中国 而且美国敢明抢是因为他们不需要信用 他们的信用那就是武力 而我们的信用呢 那是实打实的信用啊 怎么办呢 我们有两个终结方案 而且一直在推动 一个是金融方案 一个是军事方案 关注赌斗 今儿咱们来聊聊 如果美国开始明抢了 我们要如何应对 也欢迎将您的告诫 打在公屏上 大家一起交流 长按点赞 我们接着看 第一部分 美西方集团的历史 就是一部私有财产的掠夺史 美西方集团所谓的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那本来就是一句彻头彻尾的谎言 只要看过欧美的历史都会知道 欠债不还 暴打债主和名取豪夺 在西方的历史 那是家常变范 整个西方历史 就是一部私有财产掠夺史 尤其是以昂萨人为代表 13世纪 犹太人成为欧洲最富裕的族群 并且通过借贷业务 成为了多个王室的债主 英国王爱德华 一是为了不还钱颁布法令 驱逐了所有犹太人 没收所有资产 一切债务取消 通过这手段 赚得是盆满钵满 埃德华一是的行为 被欧洲各国竞相效仿 从此欧洲开始了历史轮回 抢完犹太人 再让他们回来挣钱 然后接着再抢 这14世纪 圣殿骑士团复刻敌国 几乎是所有欧洲王室的债主 为了逃避债务 从法国国王开始 给圣殿骑士团夺知罪名 认为他们否定基督耶稣 践踏十字架 将所有骑士团成员赶尽杀绝 不仅免除了债务 更是将他们的财产据为己有 15世纪 英国开始搞起圈地运动 那就是王室公开支持领主 从自耕农手中 把土地抢过来 将他们的田地 据为己有变成牧场 以发展英国的支柱产业 纺织业 这在我们看来 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古代的皇帝 他再怎么不要脸 那最多也就是加加税 从来没有说敢明抢 16世纪 英国看到西班牙 从美洲整船整船的运回 黄金啊白银啊 这度货中烧 于是 伊丽莎白女王 开始给海盗们转正了 让他们以后吃工家饭 成为国家的编制 发展国营的海盗业务 给这些海盗们 发撕掠许可证 开始了公开抢劫 到最后啊 抢嗨的海盗们 不问青红造白 看到船他们就抢 连英国的船 他也不放过 就这样抢劫成性的 欧洲居然还敢 不要脸的鼓吹什么风能进 雨能进 国王不能进 所谓的什么私有财产 神上不可侵犯的谎言 同为昂萨族的美国呀 那更是清除于蓝 圣于蓝 在最早的时候 就是疯狂的发展撕掠船 抢劫英国上船 和补给舰队 当时啊 在整个独立战争期间 美国一共有9万人 参加了撕掠船的勾当 因为抢劫的利润 实在是太高了 这呀就是美国的发家史 今天的美国呀 抢劫法国企业 制裁德国银行 投叙利亚石油 炒俄罗斯富豪 冻结伊朗美元 可以说是全世界 没有被美国抢过的 如果有人问 那如果我们要收复阿岛 美国没收我们的财产 怎么办呢 我只能回答呀 那你咋才知道呢 美国说 我何止要没收你的资产呢 我还要搞你的人 你忘了罗斯福总统令吗 忘记了我是怎么对待 日裔美国人的吗 把他们全部当人质 关集中营去呀 第二步 千万别和美国比下限 因为美国没有下限 当然 有人可能会问 既然是这样 那为啥还有那么多人 在美国购买资产呢 难道他们比你还笨 这个问题你问得好啊 其实你可以去问问犹太人呢 他们反反复复被抢劫了几百年 为啥一点记性都不长呢 不仅如此 最后连命都没保住 二战前 欧洲约有1000万犹太人 最后超过600万犹太人被屠杀 大约只有200到300万犹太人 成功逃离欧洲 从1933年 希特勒上台到1939年的转折水晶职业 到1942年的纳粹德国提出最终解决方案 中间经历了漫长的九年 本来呢 这犹太人呢 是有足够的时间逃跑的 那爱因斯坦可聪明啊 一看形势不对 立马撒牙子跑路 1933年就逃离德国了 但是更多的犹太人呢 选择去相信自己的幻想 他们和纳粹啊 去赌下线 哎 你可别嘲讽犹太人 人这种动物啊 不分国籍 不分种族 最擅长的 它就是自我安慰 不到最后一刻 什么都不愿意相信 去接受残酷的现实 600万犹太人被屠杀 它并不是一夜之间就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而是逐步升级的 最初呢 虽然纳粹党对犹太人 出台了一系列的限制政策 但是给人的感觉呢 还是比较温和的 更多的是出于 君子动口不动手的阶段 甚至比起现在美国 对华人的歧视啊 还有温和 和1882年 美国公布的排华法案 那是没得比 那将前脚 才做出重大贡献的华工 后脚就进行驱离 纳粹分子在犹太商铺的门窗上 刷出六芒星的标记 和警告顾客远离的标语 这类行为呢 虽然带来了恐吓与不安 但是犹太人的生意 并没有受太多的影响 德国人呢 还是到自己喜欢的犹太店 不去购物 犹太人 只是被德国政府当局 要去问询 偶尔有歧视行为 也被多数的犹太人认为 而是个别事件 1938年初 纳粹党悄悄地收紧了 早已套在犹太人头上的 经济脚索 规定 所有犹太人的企业 所持有的资产 超过5000马克的犹太人 必须到政府部门 进行登记 官方理由呢 是需要对商业企业 进行所谓的亚利安化 实际上就是给针对犹太企业的掠夺 寻找一个冠冕瘫堂皇的说法 但是这一年呢 犹太人们依然抱有幻想 认为这只是被政府叫去登记 毕竟呢 你多数人都活着回来了 终于 在1938年11月9日深夜 爆发了著名的水晶之夜 在纳粹党怂恿和操纵下 德国各地的希特勒青年团 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化妆厂的平民 走上街头 他们疯狂挥舞棍棒 对犹太人的住宅 酒店教堂 进行疯狂的打砸抢烧 这一夜 给犹太人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约267间犹太教堂 超过7000间犹太商店 29间百货公司 遭到纵火或者死毁 从此之后 对犹太人的迫害 开始成为既定政策 最激进的纳粹激进分子 甚至把仅有八分之一 犹太血统的人 也规定为迫害对象 最后呢 他们才网开一面 在对纽伦堡法案 进行补充的法令中 规定任何一个人 如果其祖父母四人中 有三人是犹太人 便可以证明 其位犹太人 对犹太人的打击范围 不断地扩大 但是 不少犹太人依然认为 自己可以侥幸过关 同年9月 德国坦克撵过了波兰边境 二战就此爆发 随着波兰的迅速沦陷 居住在这里高达 两百万之众的犹太人 又给纳粹分子 带来了新的安置难题 1939年9月21日 海德里希召集下属官员 在帝国保安局 召开了一场会议 会上 海德里希提出了 最终解决这个词 德国在占领波兰领土上 同时画出了几块 狭窄的犹太隔离区 位于华沙 卢布林 和克拉克夫 这样的大城市 是最肮脏 拥挤 贫困的角落 他们被一道道 中世纪监狱般的石墙 或装有带刺电网的 高大砖墙所包围 犹太人 被严格限制外出 只能生活在其中 并且只能在白天活动 华沙犹太隔离区 仅占整个区的面积 4.5% 却塞进了近50万犹太人 平均7个人 分享一间屋子 这些犹太人 就如同囚犯一样 被迫挤在数万间 没有厕所 没有排水系统 和浴室的公寓中 1942年1月 纳粹德国万湖会议召开 确认最终解决方案 即彻底灭绝 欧洲的犹太人 至此 人类百年的噩梦 纳粹集中营 登上舞台 犹太人被赶到洗澡间 死了 尸体都不放过 变成一块块肥皂 逃生的大门完全关闭 再没有一丝缝隙 透不出一丝的光亮 德国军队的坦克后面 紧紧跟着的是 一支支党卫队特别行动队 如同梳子一般 横扫乡村和城市 用拉网式的方式 搜捕并清理那些犹太人 以及其他不受欢迎的人 这些别动队 在组织和训练过程中 不断灌输给成员 种族主义理论 他们有着随意生杀欲夺的权利 至此 犹太人被纳粹当局叫过去询问 就再也回不来的 所以啊 别和美国赌瞎险 你赌不赢的 更别抱有幻想 在2020年很多人都不愿意相信 德克里克堡 认为他不可能这么残酷 就是不愿意接受 美国全面收编738部队 在越南和朝鲜 打生化战争 开设全球生化实验室 这一系列的事实 也别问美国会不会没收资产 美国自己的盟友 他都不放过 难道会放过中国吗 是因为美国爱中国吗 美国呀 他啥没干过呀 没收资产对他们来说 算个屁呀 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事实上啊 我们已经在解决这个问题了 第三部分 应对美国明抢的 两套终结解决方案 其实中国在美国 大约有两万亿的资产 美国呢 在中国大约也有两万亿的资产 而美国之所以敢放狠话说明抢 完全破坏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 是因为美国认为呀 中国一旦离开了美元体系 将在国际贸易上受到重创 别的不说 仅仅在中国的外贸体系 就将会有 记忆千万的岗位流失 而事实上 美元体系 离开了具有全球 最多贸易伙伴国家的中国 也将遭遇沉重的打击 美元体系 甚至可能会因此而分母利息 但是美国呢 他不怕比赖 你看人家美国国会山都被占了 人家根本不当回事 美国说 我拼着自杀一千 我也要杀你八百 那我们有两个终结方案 一个呢 是金融方案 一个 是军事方案 在1973年之前 全球财富质毛是黄金 所以呢 美元 锚定了黄金 但是问题很快出来了 因为黄金的产量 它是有限的 而全球财富的增长速度 远远大于黄金的产量 于是呢 在越南战争的加持下 1971年 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 美元不再锚定黄金 而是在1974年 锚定了石油 但是时事今日 伴随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新能源的崛起 石油已不再是 全球的财富之锚了 新的锚定物 才未来呀 只能是锁定在中国制造上 今天的中国 是全球120多个国家 最大的贸易伙伴 可以说是目前 国际贸易体系中 最大的股东 美国和日本呢 想尽一切办法 拼死抵制中国制造 到最后呢 日本人 你连你的棺材 都是从中国进口的呀 韩国人吃的泡菜 也都是大部分来自中国 中美脱钩 美国从五年前就开始 喊喊喊 为啥一直不执行呢 因为一旦美国将中国 踢出美元贸易体系 全球物价飞涨 供应链全面崩溃 金融危机 山湖海啸一样就来了 美元体系呢 是首当其冲 受到重创 在气球危机之后啊 耶伦和布林肯 为啥还是想到中国呢 因为我们连续抛出了 两千多亿的美债 让美国实在是扛不住了 而在今天 中东各国和俄罗斯带头 越来越多的国家 开始接受人民币了 事实上 人民币除了不能买芯片 和美西方集团的高科技企业 已经是无所不能 什么都能买的 也就是说 人民币的国际体系 正在快速形成 现在的美国呢 又不敢和中国撕破脸 那么在未来的时间之内 会形成一种局面 那就是美元体系 它离不开中国制造 而人民币体系呢 就完全不需要美国 美国是敢自损八百 杀敌一千 但是美国 它敢自杀八千 杀敌一千吗 这第二个呢 就是军事方案 如果我们现在发起 统一战争 那美国必然会和中国硬脱钩 美西方集团 会造成重创 而我们也至少会丢掉 千万级的贸易岗位 经济呢 同样是受到重创打击 这呢 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因为美国最不怕的 就是毙烂 所以一直以来 我认为 不要孤立地看 挖岛的问题 因为挖岛的回归呢 是民族复兴的前提 但并不是说 这挖岛回归了 民族就真的复兴了 我们最终的解决方案 一定是从全局性的 就是掌控东亚 如果有一天 我们真的撕破脸皮了 我们要做的 就是把美国的军事力量 完全赶出亚太地区 一旦韩国真正独立 日本军国主义被彻底清算 东盟会快速倒向中国 整个亚太地区 都会离开美元体系 等到了那一天 我们就有了全球 60%的人口 70%以上的制造业 美国还敢没收咱们的资产吗 那呀 就是自掘坟墓了 所以呢 这也就是为什么 现在美国高度紧张 加速武装日本 强行逼迫韩国和日本和解的原因 破绝的关键呢 不是在挖岛 而是在日本 所以如何应对美国动辄威胁 要没收中国资产 我再谈三点 这三点呢 齐头并进 解决两个 美国就只能干瞪眼 解决了三个 美元霸权 就是不攻自破 第一 外贸业务继续昂扬发展 中国制造成为全球的财富之锚 2022年 中国外贸顺差 拿走了全球三分之一以上 而在2023年的前两个月 我们还在高速发展 2023年前两个月 中国出口3.5万亿元 同比增长0.9% 而贸易顺差8103.2亿元 扩大16.2% 第二 攻克芯片技术 完成了这一步呢 人民币才能算完整体系 才能说购买到全球的一切 第三 发展军工下饺子 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 这一步不完成啊 就不能算是伟大复兴 完成以上这三步 美国再敢谈什么 没收中国资产 那只能是和自己开开玩笑罢了 因为这一天呢 人民币结算体系 可以在全球顺畅运行 而一旦失去了中国制造 美元霸权将遭遇重创 也就是说 到了这一天 谁威胁谁 那形势已经逆转了 第四部分 什么时候美国将失去 威胁中国的能力 很多人说 美国如果敢没收中国的资产 我们也把美企没收了不就得了吗 你这样说是不对的 你一定要想清楚 怎么说这二十年 我们都是全球化的收益者 这是一个事实啊 即使在最高峰的时期 近万亿的美债 就当是进入贸易体系的保证金 这个钱呢 交的也是值得的 何况 现在美国还不敢怎么样 而且美国呢 它是二战之后 美国霸权体系的维护者 而我们呢 是搭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秩序的挑战者 美国它是不怕避烂的 而挑战者 是必须要承受更多压力的 所有的游戏规则都是这样 美国的巧取豪夺 全球各国都不是傻子 都看在眼里 只是在美国的武力胁迫下 它不得不乖乖地就范 美国明强 是因为美国从来就没有信誉 它只有武力 美国只要有武力 就有信用 而我们呢 那是实打实的信用 如果我们学美国 扣押外国企业的资产 那外资全跑的 再没人敢来投资了 就真的从全球化离开的 这个会严重打击我们的外贸 导致我们经济遭遇重创 美国可以破罐子破摔 比烂比到底 那我们是真的不行 可能很多人觉得不公平 那为啥美国做的 我们就不能做呢 其实我认为 这已经很公平 美国在1894年 就已经是经济总量全球第一了 而且是全球制造业中心 在一战之后 更是成为了几乎所有欧洲列强的债主 但是美国呢 一直隐忍了近50年 才真正的建立自己的全球体系 而我们呢 进入全球化体系 才不过20年的时间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建立起 自己的国际秩序呢 要知道 就在20年前 我们根本不敢和美国去比 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 我们连日本都追不上 战胜美国霸权 那是一种必然 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在大家的支持下 坏土豆清新三年 立作第一本历史深度分析作品 《王朝之养》 历代王朝的两难境地 已经集结出版 本书收录坏土豆的 24篇深度历史文章 从先秦到明清 彻底读懂中国古代历史 发展的真正规则 上市第一天 就冲上当当历史热销书榜 第一名 第三天冲上总榜第一名 点击下方图片 买一本 作为我们共同的纪念吧 好的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关注土豆 点赞收藏不迷路 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继续 点赞收藏不迷路